其他的三場效 可以的 這球有打得滿紮實的 中外野手 這是 舒智傑 生涯的擺轟啦 那時候已經兩號球了 所以 那時候只是想說 不要被刪針這樣就好 那就剛好很幸運 就是技術權 因為其實從去年就有機會 達成擺轟 然後到了今年才達成 所以覺得就是有一種 鬆一口氣那種感覺 很放鬆吧 然後很享受在那個 慢跑的那種過程 就是努力那麼久 然後終於達成擺轟 我是看影片才知道啦 因為我當時有在打擊 所以沒有注意再寫 是看影片 因為彪哥已經有先 神預言了一下這樣 沒有 我就感謝彪哥這樣 然後說沒有啦 彪哥就說沒有啦 只是剛好這樣 賽前我們集合的時候 然後 剛好我們一個情收的同事 他比較窄 所以他就 自己有拍一些抖音的影片 然後他就 我們就叫他出來 然後教我們怎麼跳 然後我就說好 今天如果真的全力打的話 就跳你 就是他教我們那個舞 就是他做得還蠻簡單的 我就覺得他跳 還會覺得還蠻可愛的這樣 這球打得很高 在中間方向比較深遠的位置 有沒有機會 上看台 蘇智傑敲出了生涯守紅 鼓戰 而且他很耐心 接下來蘇智傑打第一球 這個球不用看了 留不住了 兩分打點 再見群蕾打 這個球 這個球 右外野方向 看看 留不住 留不住 Henry 滿冠 應該有三個吧 第一個一定是守紅 然後 第二個就是 再建全力打 因為那時候剛好 他給學長也是他的籤案 所以又更印象深刻 第三個就滿冠 因為其實平常 應該說學生以來 就是根本沒有機會打出 滿冠全力打 跟再建全力打 其實這都很不容易 所以就我比較印象深刻 畢竟全力打又不像安打 還來得那麼容易 然後有時候你不是說 你想要打全力打 就有辦法達成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 調適會比較有點困難 因為有時候你不去想擺轟 可是有時候可能打開手機 然後就 又會有人提醒你 說好像擺轟要達成這樣 那是說對戰的次數太少 就是對於比賽的感覺 沒有那麼好 導致可能開機的時候 狀況沒有那麼好 那換球也是有一些可能 然後因為可能有些 安打球可能就會被截殺之類的 對 可能就會覺得 是不是會開始懷疑自己 怎麼會這樣之類的 其實還好 對 就是不會因為換球 就去做很多的改變 因為你還是去很自然地 呈現出打擊的表現 當然換球有時候可能 有些可能全打球 或是可以長打球 可能就會被截殺之類的 那這就是去 還要去調整地方 那因為 因為每一隊都一樣 所以不是說只有我們不一樣的 是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去調整 擺紅出來 那其實對自己的 在打擊的方面會更有信心 然後也會更自然地去表現 每一刻 一味的一個手勢 這個球 但是在固陣當中 二雷手接到傳英雷 英雷這邊是奧頭 今天又投到總局後半 最後兩棒兩換 蘇智傑是遭到了三針 其實我自己有跟 我自己的隊友跟教練討論 我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調整不好 我是這樣 然後就 我有跟總部聊過 他就覺得 我們都太受外界的期待 太那個了 就是你會覺得 外界對我們是怎麼看法 我們就好像要去 達成他們所期待的樣子 但是 不可能每天都這樣 他就跟我講說 你就控制好你自己就好 控制你能控制 後來就說 真的沒錯 因為 的確外界會對我們很多期待 你自己以為會想要 趕快打出來 想要有好的表現 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這樣 我覺得他講得也沒錯 那就怎麼樣 自己怎麼這樣去看待這些 那的確 因為前面我們有這個好成績 當然大家都會對我們 會有很多的期待 然後你自己也會 多多少少想要表現 所以就會導致 會越陷越深那種感覺 因為你就會表現不好 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 所以我覺得 就做好你自己的東西 這些就好了 你自己對著自己 對著自己這樣就好 其實每年都會希望 我剛剛有得到什麼打擊的獎項 所以這個都是每年的目標 那現在才剛開始 所以還是要打到最後才知道 一直都有這個目標在 所以就先放在心中 在每一場都好好表現 其實每個階段都會有 但是因為學生私情就會覺得 你已經有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打職棒 然後打到了職棒 有時候會開始覺得 這是一個工作 然後你每天想要表現得好 然後受所有的期待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其實希望可以保持著開心打球 然後積極地去面對每一刻 這樣 其實有時候在場上打過好 然後回到家 多少有些情緒在 然後也謝謝家人的體諒 就是老婆他們會體諒 然後我自己盡量也會回到家 不要把球上那些不好情緒帶回家 因為這對他們也是不好的 那我就希望回到家一樣 就看著小孩子陪著老婆 他們就是開開心心地跟他們一起玩 我覺得這個也是調適球場不好的一些東西 以前你可能是為了自己 為了球隊去拚嘛 那現在又多了家人 多了小孩子 那責任又更大了 所以有時候就會覺得 可能在低潮的時候 會想著家人說 希望可以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 然後你讓你自己可以 有更有動力去比賽 感謝他們 然後也謝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雖然小孩子還小 但是每天看著他們一起玩 我就覺得這是最大的動力 教練團跟隊友其實都感謝他們 一方面是教練給我很多的機會 才有辦法搭乘這個排行 然後也有隊友的支持 鼓勵 因為我們其實每天都在比賽 所以他們都非常了解我們 所以就是感謝他們 然後也謝謝育成教練 就是從我進來開始 他一直希望就是把我自己的優點 能夠最大化這樣 所以也不會改變太多 就是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越來越好的 非常感謝球迷 就是對我們統一的支持 然後也謝謝對我的支持 然後我會繼續加油 往更遠的目標前進 謝謝 謝謝 謝謝